第七百八十四集 缓缓爬出了山间 来到了万摩梯上问道 主人 您的战力便是入神境四层天的舞者来了 也奈何不了您吧 但您只有道元境八层天 可以跨越数十个境界作战 您来自于哪个高五位面 小的想跟随您回去 主人的底蕴太深厚了 我在这血魔山一千多年了 从来没有见到这等年轻天骄 逆天跨越数十个小境界伤敌 更是跨越了仙凡之别 恐怕就是血魔山主 在这个程度的时候 也做不到像是主人这般厉害吧 见到星红蛟龙如此态度 边上那位半步入神境的老头 都是一脸骇然 他借助气血在这修炼了数十年 也想要得到入灵牌 却是没想到 看到了这一幕不仅低于道 此人境界不高 是一代天骄 境界也未必能代表他的战力 跨越十几个小境界呀 这还不是神游境真元境的时候 那时候跨越十几个小境界没什么 但是这是道元境 地尊境和入神境啊 一层境界一层天呢 往往境界一层便需要上百年时间 但眼前这青年却是有这般跨越数十个小境界的能力 到底师出河门河派 并非高屋未免 我就来自附近的昆仑须 夜晨徐徐问道 这雪魔山中有很多你这样的凶兽吗 回主人 小的在雪魔山修炼一千多年 周围倒都是凶兽 情况也和小的差不多 星红蛟龙回应着 只不过一千七百年过去 还从未有人踏入第六十一节 上面可能还有更强大的阵法凶兽在守着 他停顿片刻载道 只不过即便上去了百阶万摩梯之后 也未必能见到雪魔山主 雪魔山主西年遭遇强敌 所以在山顶上布置了很多阵法 主人要见雪魔山主 取得入灵牌 恐怕还要费很大的功夫 历年都有来攀登万摩梯的人 但是万摩梯越高 越会有阵法凶兽把守 闯关的人不仅要抵挡 每一阶段的气血威压 还要抵挡周围的凶兽袭击 当然 也有一些人停留在中间关卡 寻找合适的地方 吸纳气血来修炼 只是他们也不敢继续往上攀登 越往上越意味着死亡 九百年前 那位踏入第六十阶的天骄 便是遇到一头半步入神境的存在 在气血威压和脚龙的攻击下 不得不败退而出 至今都还在养伤 已从少年迈入青年 此生恐怕都不可能再入 那人手中得到入灵牌了 血摩山的入灵牌 是近千年来唯一一枚可以取用的入灵牌 但也是最为难得的入灵牌 死在万摩梯的天骄 数不胜数 夜晨每往上迈个一两阶 都看见数十具天骄骸骨 血液遍及山峰各处 四肢被拆了安放在四周 只剩下躯干躺在阶梯上 夜晨一边往上走 一边思索着 这血摩山主 不会是思维有些问题吧 压死各大天骄 还拆人家尸体 难道当真是以前受伤 导致神志不太清楚 所以才这样的 他攀登到第五十七阶 便看向边上的星红蛟龙 隐隐有些承受不住了 便道 你在这里修炼 吸纳气血修炼 我继续往上 抱歉主人 星红蛟龙浑身龙鳞炸裂 金血顺着阶梯流淌下去 无比虚弱 虽然没有被凶兽袭击 却是被气血威压 弄得险些死去 他凝望着夜晨 继续往上的背影 渐渐有些感触 果然还是实力太差 都无法跟随主人继续往上 不行 我要努力突破 至少等到主人下来时看得上我 带我去高五卫面修炼 没错 主人的出现就是我天大的机遇 机遇可遇不可求 必须把握机遇 很快 星红蛟龙也开始修炼起来 鳞片一次次粉碎 一次次生长 以此来增弱肉身强度和气血力量 现在提升实力跟随夜晨 成为了他的最主要的目的 夜晨来到了第六十阶 沿途见到了七八个老头和年轻人 修为大多都在 地尊境九层天和半步入神境之间 都有跨境能力 确实不敢往上 他看向第六十一阶和周边站着的 凶猛阵法妖兽 都有着半步入神境的修为 不由得笑道 这点层次的阵法凶兽 就想要阻挡我吗 言霸 夜晨打出数拳 祭灭佛国 应生生将三头半步入神境的阵法凶兽 打得寿源耗尽 再进一步 以肉身崩碎了气血压力 成功迈入了第六十一阶阶梯 并且继续往上 他看似轻盈 毫不在意的行为 却是引起下方众人的骇然 黑甲没理会同门的顾忌 兴奋的大喊 第六十一阶 第六十一阶呀 九百年来的记录被人打破了 记录被人打破了 赶紧通知师尊们 昆仑须来了一个绝带天骄 九百年了 万魔踢地六十阶的记录 居然被打破了 奇迹 简直是奇迹 这个外来的夜晨 有望成功登顶啊 这个夜晨上到六十一阶 不仅毫发无损 甚至力量在逐步增强 九百年前那位天骄 上到六十阶 便近乎重伤垂死 最后被气血打飞下来 那位可是入神境二层天的绝带天骄啊 甚至战力都媲美好几位城主了 如此都被打飞下去了 这个夜晨居然还在往上攀登 最重要的是毫发无损啊 众目睽睽之下 夜晨攀登上了第七十阶台阶 很快七十一阶了 七十二阶了 七十三阶 七十九阶 八十阶了 还在继续往上 每过一阶阶梯 居然都像是正常走路一般 入神境四五层天的绝世强者 恐怕也做不到这一点了 好强的小子 身上的剑气和寂灭之气很强 山下的剑门城城主 和兴剑派掌门 也是听到动静 目光静静地盯着夜晨 城主眸子微眯感慨道 此子太强了 这肉身至少是霸体系五阶 三十岁还未到的年轻舞者 居然做到了这一步 他不会是从高五卫面下来的吧 他轻浮胡须徐徐说道 一个从高五卫面出来的天骄舞者 因为受伤严重 境界跌落 但是肉身还在 却无法进入灵城 所以来血摸山 似乎只有这个理由 可以完美解释夜晨现在的情况 要是说夜晨真的只有道远镜八层天的修为 打死他们 他们都不愿意相信 自驾帝尊镜六七层天的天骄 普遍能上到数十阶 绝代天骄可以上到三十阶左右 诸如黑甲和昆武他们 但是要说六十阶 甚至更往上的八十阶 绝不可能 渐渐的 血摸山下汇聚来大批舞者 都来见证这个 即将卖上晚摩梯一百阶的盛况 一千七百年 最强艺人 也只是九百年前的那位天骄 做到了登上六十阶 其他天骄 即便再强大的实力 也不过五十四阶 如今 百阶万摩梯 要被人踏上了 这是千年来的盛况 同时也是一个 值得被铭记的时刻 即将踏上万摩梯 百阶的叶尘 同样会被铭记在历史中 一代代传承下去 灵城的乳灵牌 估计是属于叶尘了 他再次归来时 若是还给了血魔山主 恐怕这周围数十城 数百年内 也难以再出现一个 像是叶尘这般 强横实力的天骄 更不要说 复制叶尘的盛况 血魔山下的声音 叶尘没有管 他一步迈入了第九十五阶 肉身被压得铭腔作响 但同时肉身的强度 也在逐渐增加 气血也缓步往上增加 只要寄灭之道 再往前一步 他随时都可以突破 这万魔梯不仅是阻挡 更是锤炼肉身的好地方 现在我今身霸体五阶 恐怕完全踏上时 我能抵达六阶 届时我力量还能再增强一倍 叶尘自言自语道 随后身形暴飞 连续踏上了第九十六阶 九十七阶 九十八阶 九十九阶 血肉逐渐撕裂 似乎承受不住这种压力 还差一劫 一劫 肉身给我蜕变 叶尘低贺一声 取出从魏无成那里 得到的能量液 洒在自己的身前 强行借助能量液的力量 锤炼自己的肉身 这些能量液 应该是从入神境武者的 身躯提炼出来的 效果比霸体七妖兽的精血 还要好得多 下一刻 叶尘撕裂的肉身 开始逐渐恢复 叶尘爆发出一股冲天气血 肉身绽放无穷金光 化作一击 打爆了眼前的气血维亚 他成功迈上了第一百阶 肉身也在此刻蜕变 真正的抵达到了 霸体七六阶 古老的范文在身躯游动 璀璨之际 若抵达霸体七阶 便可以吸纳钢器 锤炼自己的肉身 进而方便迈入化钢器 前辈 血魔前辈 可曾在